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三鲜芋泥丸 那么这个芋泥呢 我已经现在已经给它这个压好了 就是把大芋头给它蒸熟了 以后呢给它压碎 压碎的呢 等一下这个里面呢 要给它加一些这个调味料 给它揉起来 那么关于这个馅儿 里面要包的这个三鲜的馅儿 有这个鸡肉 香肠和香菇 这个呢要先给它炒好 因为要冷了才能够好包 这个油呢不要太多 用两汤匙的油 这个油热了以后呢 这就是葱跟姜先下锅来煸炒一下 好葱姜现在锅里边炒一下 然后呢就把这个生的这个鸡肉 给它先下锅来炒熟 好把这个鸡肉炒得完全都熟了以后呢 我们再加这个其他的两样 其他的两样呢 一个是香肠 一个是这个香菇 香肠呢因为是已经把它蒸熟了 那没有香肠呢你也可以用这个火腿 火腿或者是腊肉都可以的 好这样子把它炒得很熟 然后把这个香肠跟这个香菇呢下锅 再炒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要给它淋这个 放这个盐调味 盐 还有呢就是胡椒粉 然后就一点麻油 好了这几样加进去 那么另外呢要加一点这个笔起 让它有一点的脆脆爽爽的感觉 炒得很透呢就把它盛出来 这个呢就是等一下要包在里面的 那么为了这个等一下好包 你也可以放一点太白粉勾一点芡 好这样子把它先盛出来 让它放凉 好了关于这个皮子的部分 我刚才说这个芋头呢给它压碎了 压碎的这个里面呢要加的这里是橙面 橙面也有人叫它是橙粉 这个面呢有这个 没有的时候你可以用玉米粉代替 然后这里面呢要加一点这个猪油 还有呢就是盐巴 好然后很仔细的把它揉起来 揉好 那么你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盆来揉 或者是在面板上揉 这样子才比较能够给它揉的均匀一点 均匀一点 那么把这个呢当着这个皮子来包东西 也就是包刚才的这个三鲜的这个馅 好这样子把它搓好了 一定要把它搓得很均匀 否则的话那个盐巴没有化 或者是胡椒粉没有散开来 你就会吃起来的时候呢 会很咸 必须要把它多给它拌一拌 揉一揉 好了就把这个呢拿来 给它分成这个小球 为了让它包好的时候一样的大 所以呢你必须要把它先分开来 先分成这个小球 才知道这个是做20个小球的一个量 好就是这样子一块一块的 给它这个掐好 然后呢来包 包的时候呢是每一个给它这样子团了以后呢 往这个里面呢放这个馅就好了 先把它弄大 像个小碗一样的 本来呢是把这个馅弄凉了 再包就比较好包 好现在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包 包好了把它封口 然后搓一搓 就是这么大小 比元宵稍微大一点 好这样子把这个都给它包好做好 那么现在呢就开始来炸了 这个油的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要紧 然后呢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放下去炸 差不多炸一分钟 它外层黄了 成为金黄颜色了 也就可以了 如果油少 你不要一次放这么多下去 免得这个油的温度太低 会炸不好的 好把它炸成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金黄颜色 就可以捞起来了 这个吃的时候呢 外面酥酥香香的 里面的馅也很好吃 您不妨试试看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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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